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6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16年前金庸先生的一部天龙八部 曾红遍大江南北 而林志颖和刘依飞也成了史上 颜值最高的段玉和王宇嫣 当年拍完戏两人就传出绯闻 可16年过去了 林志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而刘依飞依然是单身 真是令人唏嘘 拍天龙八部时 刘依飞只有16岁 而林志颖已经29岁了 尽管两人相差十几岁 同框依旧没有违和感 系里也是一对的他们 现实中双方也对彼此产生好感 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如今16年过去了 刘依飞承认 如果当年我大胆公开 现在也许已经是林太太了 刘依飞在背后的故事里 透露自己有意中人 但拒绝公开她的身份 她的经纪人也回应说 这是一个还不成熟的秘密 随大家猜 当时大家都猜测 她是林志颖 因为他们经常出双入队 从古装剧拍到现代剧 一起同台表演 甜蜜的就像一对情侣 而林志颖也多次 在公开场合表白刘依飞 她称刘依飞是她的理想型女友 美丽温柔大方 又不是小女人的俏皮 她还邀请刘依飞出演她MV的女主角 两人拍过好多亲密的照片 外人看她们十分的等对 但他们这段恋爱谈了多久才结束 我们不得而知 后来林志颖秘密结婚 等到儿子五岁才公布 当时也引起一声热议 之后她又有了双胞胎儿子 现在一家五口过得很幸福 三个儿子都非常的帅气 而年近50岁的林志颖容貌 却没有怎么变过 时过近天 刘依飞和林志颖的过往 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 再次同框 她们没有尴尬 更没有恶语相对 像老朋友一样相处 但有人说 如果当年刘依飞大胆承认 林志颖是她的男朋友 也许她现在就是林太太了 而她们的孩子颜值应该更高 不知观众怎么觉得呢 作为一个演员 要演到什么像什么 真的是不容易 演音圈中也许有许多优秀的演员 她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 都会刻意在外表上下功夫 而杨幂的古装扮相 就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有一些网友还称她为古装女神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 就有一位公认的古装女神 曾合作过众多男神 如今五十多岁却单身艺人 她就是袁洁寅 说到袁洁寅 相信很多观众应该都有印象 她是八十年代 开心少女组的成员 十五岁时在街上被星探发掘 正式进入演艺圈 亮衣的外形很快被导演看中 先后出演了开心鬼放暑假 开心乐园等开心题材的影视作品 袁洁寅很快就红遍香港娱乐圈 后来还成为TVB的当家华旦 成名后的袁洁寅 还和郑一剑 王洁等男神有过合作 在电影《危险情人》 风志润更是与郭富城有过对手戏 男帅女美的经典组合 成为大众喜爱的迎宾情侣 后来她俩人还传出过绯闻 可惜袁洁寅在香港娱乐圈 衰落时转战内地发展 她与郭富城就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 如今的袁洁寅已经五十多岁了 在娱乐圈中也很少有出现她的消息 有消息传出 袁洁寅在内地发展时患上厌食症 整个人的体重暴瘦 精神状态不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只能心意退出娱乐圈了 不知道观众们还记得袁洁寅吗 不久前 林志玲与老公黑泽良平的世纪婚礼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期待和关注 44岁的林志玲 也终于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虽然对于这段婚姻 外界现在依然有很多的质疑和谩骂 但是林志玲依旧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同样也有不少网友 给予了林志玲很大的祝福 算着日子 林志玲结婚也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里 林志玲和老公黑泽良平 也是多次合体现身大撒狗粮 看来林志玲是真的找到了 合适自己的那个她了 可细心的网友发现 自从林志玲和黑泽良平结婚以后 林志玲出境露面的机会开始大大减少 虽然外界有传言称 林志玲已经怀孕了 所以需要禁养 但是却遭到了林志玲的否认 不过也有消息称林志玲结婚以后就会专注于家庭 工作对于林志玲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林志玲推掉了很多的工作 减少了自己的曝光度 但是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林志玲的回应和证实 之后林志玲在接受采访时也被问及退出娱乐圈的事情 虽然林志玲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言语之中确实暗含深意 林志玲表示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 现在也到了该专心自己人生的时候了 其中包括家庭和慈善事业 关于演艺圈的这些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确实也应该下舞台了 林志玲的此番回应疑似也是暗示 自己确实有退出娱乐圈的打算 众所周知 在娱乐圈一个演员没有背景和人脉 作为新人出道 基本都是从龙套开始 当今娱乐圈有很多大派明星都是这样走来的 从小角色开始才能磨练一个演员的演技 往往凭借着背景 一出道就担任各种男一号的 却很难成为实力派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位明星 跑十年龙套才演男一号 被赌王孙女求婚 如今结婚23年却无子女 她就是欧阳振华 对于欧阳振华 相信很多观众都再熟悉不过了 出道37年 欧阳振华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有 最打金鸡 驼枪尸姐 喜冤怒都是其代表作 在所有影视剧当中 欧阳振华几乎都是演的正派角色 其幽默风趣的性格 很多观众都很喜欢 虽然没有帅气的颜值 但依然是女性观众心中的标准好男人 被称为吃奶杀手 欧阳振华21岁就进入成为TVB 成为艺人 处女座是在《吃雕英雄传》里饰演乞丐甲 相信很多观众都知道 作为新人 欧阳振华同大部分演员一样 从农套开始 没想到的是持续时间有点长 跑了10年农套才迎来第一个男一号 在一号黄庭中饰演大律师于在春 对于这次机会 欧阳振华准备很充分 获得很好的收视率 之后连续拍了5G 开始展露头角 第一次的主角 让欧阳振华开始迎来事业转折点 之后所饰演的角色 都是以男一号为主 与冠永和合作 更增加了不少人气 凭借古装悬疑剧《喜冤路送辞》 获得TVB万青星辉贺台契最佳男主角 彻底成为TVB一线小生 在浮躁的娱乐圈 出道多年的欧阳振华 从无任何绯闻 其余赌王孙女傅杰贤的爱情 更是让人羡慕 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相识 傅杰贤也是他的粉丝 两人很快就相恋了 最开始与赌王孙女交往时 欧阳振华并不知道傅贤贤家境如何 两人结婚还是女方先求的婚 婚后欧阳振华并没有因为 娶了这个富豪太太而放弃工作 反而加倍努力 可能不想让人们质疑 她是吃软饭吧 如今58岁的欧阳振华 与傅杰贤结婚已经23年了 唯一遗憾的是 两人至今都没有子女 不过这并不影响夫妻间的感情 欧阳振华对待妻子一直恩爱如初 两人经常同框出席活动 说起梅艳芳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在40岁的时候因为宫颈来去世 对于全国观众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一代天后的陨落 一代传奇的消失让人痛心 而最让人寒心的是 梅艳芳去世后争夺她遗产的母亲 大家都应该知道 梅艳芳在生前因为被家人当成提款机 后来忍无可忍和母亲断绝的关系 但是后来梅艳芳去世以后 母亲却因为遗产几次大闹法庭 不久前为了过寿 更是点卖梅艳芳生前用过的东西 以此来激怒大家 而后来法院无奈给了她母亲一大笔钱 才让她消停了下来 而在娱乐圈中还有一位明星 过得比梅艳芳还惨 而她就是孟廷丽 同样也是一位香港女演员 因为是家中的长女 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要照顾 孟廷丽在小小年纪就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后来进入娱乐圈后 母亲更是常常逼着孟廷丽给她钱 一旦不给钱就对她拳打脚踢 后来孟廷丽只能向朋友见钱给母亲 为了挣钱她拼命地演戏 但是她的母亲却越要越多 后来甚至让她给弟弟买豪宅 而孟廷丽最终被累垮住进了医院 而让人最寒心的是 她的母亲在医院的病床上把她叫醒 让她立遗嘱 而后来在这样生活的摧残下 孟廷丽在片场去世 更让人感到凄凉的是 去世后的孟廷丽在检查她名下财产时 发现她所有的遗产 只有银行里的几百块钱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